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設立的湖畔大學 在招生涵庭後更抹去大學兩個字 改名為湖畔創燃中心 引發輿論關注 中共教育部隨後說 企業培訓機構使用大學字樣 擾亂了教育秩序 專家分析 馬雲和一些體制外精英創建湖畔大學 是犯了中共大忌 對中共而言 教育從來是 用來洗腦和思想控制的最重要陣地 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中共對教育系統壟斷從來沒有改變過 中共見證後 首先就是對教育系統改造 5月18日 中共教育部网站發布8部門意見 企業設立無需審批登記的內設培訓機構 不得使用大學學院致養的名稱 及簡稱開展任何形式的宣傳等活動 这項由中共教育部領涵 聯合公安部 民政部、國資委其他七個部門發布的意見提到 企業培訓機構使用大學致養 擾亂了教育秩序 產生不良影響 即日起不得再使用 受到中共當局施壓 5月17日 湖畔大學官網已改名湖畔 湖畔大學官媚已改名湖畔創燃中心 5月15日 西子湖畔巨石上的湖畔大學 4個湯金大字被抹去 除了湖畔大學 羅振宇德道平台的德道大學 肖然改名為德道高研院 俗陸網創始人李善友創辦的雲頓大學 肖然改名為雲頓學院 在湖畔大學得道大學 雲頓大學等民辦大學中 湖畔大學的影響力 呈不斷擴大姿勢 近幾年來 新入學的企業家學員 家委普遍也更大 湖畔大學一方面 是企業家的培訓班 同時也能成為企業家高端社交圈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報導說 中共當局認為 湖畔大學有可能組織中國一流企業家 遵從馬雲的意志行動 而非黨的意志 這個不被容許 湖畔大學改名後 性質和內容都相應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由教學系統變為科研系統 不再具有對社會招生的資格